继续关心县议会的宪政总执行议程 每当台风来临 位在土石流和大崩塌地区的民众 就必须要预警性的撤离撤村 因此县议员张正辉也针对相关的问题 提出了质询和建议 每当台风来位在土石流以及大崩塌地区的民众 就得预警性的撤离撤村 建议会宪政总执行议员张正辉 针对相关问题提出质询以及意见 我们现在的状况先跟现场报告 水保局一通电话 我们就要做反应 问题它不是我的直属单位 它用什么样的权利来让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撤村 因为它是中央单位 这不是这样 中央不可能直接跳到我们这里来 有 因为水保局掌管台东的 这个浅室溪流 应该这么说啦 因为水土保持局嘛 那所以它有 对台东呢 总共我们两百多条这些溪 有一部分是画黄色 有部分画红 就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 黄红色警戒线 反正呢 它只要一碰到它觉得中央气象局觉得那个 觉得那个下雨的量会到达那边 他们就会提前发布 就比如说台风还没有来 我们不是就看到现在中央气象局 开始就说 哦这几个县市的风雨达标 可能会停班课 我的脸书就开始了 被问 然后那么 接下来就是水保局就会依据 这个中央气象局发布的这个雨的 可能的降雨量 就水保局就开始通知我们大家要准备 提早准备离村 我们都理解 但是台东县政府是后端 我们是被迫 我就是在帮你争取嘛 天有不测风云啊 气象局每次报告 显然99%都不准嘛 现在他们都 不是吗 他们都 不过我们都放到台风架 所以我们闭嘴 他偏向夸张啦 讲夸张是不对 以前有个人说 料敌从宽 果然我们管得很宽 是的 其实不是这样啦 谁最理解 当地的风雨状况 在地嘛 你的县市 你的乡镇 都比你气象局还知道 他到底风雨多大 他们都教我们怎么看雨量捅了 还不信任我们 还不授权我们怎么来判断 这不是 这不是好事 中央的人 他坐在办公桌 有电视机也跟您对话 问题实际感受风雨的人 不是他们啊 是我们嘛 对不对 现在 是 我希望是有一个标准的流程嘛 标准流程 测出以后 选择要进住 要衣亲的 他应该会有相对怎么样的 一个协助方式 譬如说要住 实实了解 对不对 要住饭店的 要住那个的 这边我们要怎么样来协助他 要衣亲的 我们要怎么样来协助他的物资 总不能两手共同去吃别人 那请问一下我们 因为这样子的 会协调会议可能还是 必须有乡镇公所 因为实际执行 或者在经费 至少我们给他一个方向吧 让乡镇公所有依行嘛 他有个依据 不然公所也不知道怎么做啊 议员为当地居民的无奈发声 也希望之后会有标准流程 来解决测春后居民所面临的问题 解诚如台东市报道